佛光照大帝 法喜满人间 观众朋友您好 我是张玉成 欢迎收看人间新闻 新闻首先带您来关心 佛光山台北道场 护法委员接行肯囊会 日前是热闹登场了 三信四众欢迎喜出席 特别选在这一天 台北道场内 各个红法事业单位 在惠州来进行 年度红法成果报告 还有未来的展望 优美琴声为2021 佛光山台北道场 护法委员接行肯囊会 拉开序幕 佛光山长老一通法师 台北道场主持满前法师 台北道场主持满前法师 率领各级单位主管出席会场 以及佛光山功德主 义工信徒环聚台北道场 祈求万事平安 活动开始前 满前法师引领大众 祈愿祝道 并攻读幸运大师 为在家信众祈愿闻 想不偏要令人生 梦里还有多少梦 你看那是黑城白融入的事 一盏山到台湾 台湾有个佛光山 佛光山上风景满 有树木有高峡 有欢迎有地战 敬大火最熟壮 台北佛光同军第五十团 线上超盟演出展现热情 接着各个单位 开始进行焦点工作报告 包括人间卫视 人间福报 佛光园美术馆 台北馆 公益信托 幸运大师 教育基金 佛光山慈悲 社会福利基金会 我们有疫情 但是我们当家 还是精进的这个努力 那在今年度呢 我非常感谢 我们所有各个会 会员当家走出去 所以除了在怀疑道场 我们也在内部 我们在活动中心 也在松山这些场地 通俱八方舟 疫情改变生活 各单位也与时俱进 透过虚实整合 化被动为主动 持续为大众服务 人间卫视 也用歌舞 送上祝福 看完台北道场 各红发实业单位 2021年努力 与慧功德主 相当感动 我刚才说 我们佛光仁 都是这支的 佛光仁 大家都能 很发心 还有很努力 还有很善心 有这个疫情 我才发现到 师父的徒弟 原来每一个人 都是这么有智慧的 大家在这个疫情中 没有办法持续 谎 他人的所有的智慧都出来了 两位功德主上台 整道分享 温馨气氛下 活动接近尾声 慧传法师也上台向大众开示 分享护持道场功德无量 在台北道场所有各单位的人 都要过来报告他们在这一年做了哪些事情 等于让这些护法知道说 原来我们的一份功德都是在做这些事情 而且这些事情都是在利益众生 2021佛光山台北道场护法委员 接行肯团会圆满落幕 带着2021一切努力迎向2022 在场真信满是欢喜 并期待明年再相见 人间卫视正名城正人中台北采访报导